恶毒老板回到公司却反常的和大家打招呼 员工都一脸懵然 以前老板都是装逼的不行 进门都要大家排队欢迎的 今天怎么起奇怪怪的 是不是被车撞傻了 以前金杰阿姨在她眼里都只是小透明而已 阿姨把消息告诉了前任秘书 全都赶来看老板出宠 偷偷躲在厕所八卦 老板刚刚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到撞车犯人的样子 老板被刺激的抽搐晕倒 样子极其搞笑 只是可惜还没抓到犯人 原来是其中一个秘书 为了报复老板把监控都破坏了 所以当天没拍到犯人的样子 他还把周围的灯打坏 甚至往老板家里泼租粪 虽然没看到犯人 但是却看到了先生秘书 也就是假装老板的未婚妻 当晚变身黑寡妇 拿着锤子上门找老板报仇 结果老板被人撞了 大家都混不到三个月 就被恶毒老板赶走 全都怀疑他和老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 难怪他能在公司工作一年 阿姨已向上人头担保 绝对不可能 敬爱的老板终于回来 小跟班哭着上门拍马屁 还好他说出了员工的信息 才不至于被发现失忆了 他还隆重的介绍了小秘书 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员工翻转醒悟 难怪秘书能在这里工作一年 原来是老板未婚妻啊 副总让保密 他当场发誓死都不会说出去 这种八卦传在员工额里 怎么可能会是秘密 不用多久一定会传遍全公司